我們再來看一塊 我們要看的是 國民黨的南投縣長的候選人許淑華 他不是也有論文涉嫌抄襲的問題嗎 逢甲大學昨天說 能夠未搞啊 我的答案要公布了 可是他認定的是說 他只有不當引述 有瑕疵沒有錯 但是還沒有達到 違反學術倫理的情節 重大的程度 所以不需要撤銷他的學術學位 這個蠻奇怪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先一起來看 許淑華被檢舉論文涉及抄襲 歷經兩個月審查 上方確定內容有不當引述 學位論文存在引用瑕疵情形 但未達違反學術倫理 情節重大程度 所以不需撤銷碩士學位 我沒有註明出處的地方 這是我的疏忽 這個部分我會依照學校的要求 儘快的完成修正 不過逢甲大學公告的審定結果 外界出現質疑聲浪 筆名翁達瑞的旅美教授陳時芬 就在臉書提出質疑 他認為抄襲情節不能漫無標準 據媒體報導 許淑華有14%的篇幅涉及不當引述 逢甲判定情節不算嚴重 而林志堅有抄襲嫌疑的佔3% 台大卻判定情節重大 另外學倫用詞不能各憑學校喜好 在教育部學輪規範中 並沒有不當引述一詞 凡未註明出處的引述就算抄襲 若出處註明不當且情節重大者也算抄襲 對此馮甲副校長出面強調立場 在教育部規範裡面是只有抄襲這兩個字眼 對於許淑華的論文引用瑕疵 對手民進黨籍候選人蔡培會反酸 述論明明不當引述 他卻強調清白 有什麼關係呢 無計可施的狀況之下 只能夠把最後的希望寄託於論文的事件 不當引述的部分在重追蒙達 好 我們要連線給專家 呂美教授 陳十分教授汪達瑞 我們來看他會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馮甲他是說 有啦 有操 可是他用一個名詞叫做不當引述 後來又講說 沒有達到撤銷學位的程度 但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標準值 放在那邊了 我們就會對比說 台大認定您之間那個抄襲是怎麼樣的抄 再來看看許淑華這個抄怎麼樣的抄 為什麼一個要撤銷學位 另外一個不需要 為什麼標準不一樣 來 請教陳教授 馮甲用了一個名詞叫不當引述 但是在教育部的學術倫理 違反的處理辦法裡頭 並沒有這個名詞 沒有不當引述這個名詞 那麼我這個用不當引述 在美國的學界的學術倫理規範這邊去搜尋 就不當引述它有幾個種類 第一個種類 第一類的叫做沒有著名來源的引述 叫不當引述 或者說來源標註不清楚的引述 也叫不當引述 或者是來源標註錯誤的也叫引述 或者說你在引述的時候 該引述的這個詞句沒有加括號 也叫不當引述 或者說你引述的這個內容超過合理的範圍 這也叫不當引述 有趣的是在別美學界 我上面講的所有的不當引述 全部就叫做抄襲 那這個就奇怪了 馮甲明明他所謂的不當引述 就是抄襲的另外一個說法 那為什麼馮甲不說抄襲 而要創造一個名詞叫做不當引述 來這個作為判定許書法的論文抄襲 這個關鍵是在我們的學位授予法 我們的學位授予法就是一個規定 凡是已經頒發出去的學位 只要論文涉及抄襲 就要撤銷學位 所以說我想馮甲這個名詞的使用 我直覺的看法就是說 他要幫助許書法規避被撤銷學位的懲罰 因為這是大學法的規定 我可以舉一個兩個例子來講 假設說我們的法律規定說 殺人要判處無起凸刑 那麼檢察官為了要保護一個罪犯 他不用殺人 他用取人性命來描述這個罪行 或者說我們有講說貪污罪要判20年的徒刑 檢察官也可以幫嫌犯逃避罪責 然後說他是盜用公款 不用抄襲 所以說這個都是一致的 用不當抄襲來取代 用不當引述來取代抄襲 用取人性命來取代殺人 用盜用公款來取代貪污 這是一種怎麼講 就是說在逃避法律的一個用詞 那麼你說有沒有雙標呢 當然是雙標 雙標不只是在名詞的使用 台大就直接用抄襲 所以說就撤銷林志堅的學位 台大他找到林志堅跟余正煌的論文 是有11個地方有抄襲的賢禮 是11個地方 你把這11個有抄襲賢禮的這些文具 整個把它整合起來 大概佔3頁 那林志堅的碩士論文總共有96頁 所以說有抄襲賢禮的內容 他不佔3% 那麼根據媒體的報導 我沒有看到這個論文 媒體報導說許淑華的這個論文 有227頁 然後他抄襲的那一份報告有32頁 所以說32頁有不當這個引述 那32頁佔227頁的百分比也佔14% 這是非常嚴重的雙標 3%的抄襲賢禮要撤銷學位 14%的不當引用 可以來修正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雙標的地方是說 許淑華的抄襲是證據確鑿 連抄襲的受害人都出來幫許淑華講話 說可以讓他用 願意讓他用 可是林志堅的抄襲 證據還不明確 所以說 我覺得就是說整個的調查 如果說逢甲的做法是對的 那顯然台大的做法就是不對的 那如果說台大的做法是對的 逢甲就不對 今天我們存在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 高等教育不管是在哪一個方面所做的決定 必須要能夠贏得全體人民的信賴 那麼3%的抄襲賢禮要撤銷學位 14%的抄襲賢禮可以來補證修正這個論文 我想這樣的雙標是台灣的民眾無法接受的 陳教授他可以這樣分析非常的清晰 但是他還不失他的幽默感 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許淑華的論文 可能有一些觀眾朋友 沒有那麼樣的清楚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比對一下 一個這個是許淑華的論文 這個是謝百傑 是他也算是他的前部署 你看這樣畫出來 就是這一樣 這一樣 這也一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比對方式 給大家看 他是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還有五六張 他抄襲的比例 從五十二趴 七十一趴 四十五趴 二十三趴 二十三趴 所以我把它平均了一下 抄襲的比例大概是四十趴以上 一般來講 如果抄襲二十趴以上 就叫抄襲對不對 那結果今天我們看到 封甲大學是這樣 沒關係 所以教授也有講 到底是臺大的標準是對的 還是封甲的標準是對的 你必須要有一致性 我們台灣也這麼 就這麼大而已 應該要有一致性